大家好,我是零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到第17章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本周的第一个影片 那我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中呢 有一件事情在忙碌 那本来已经预定明天要去做这个最后的部分 但是因为有一些障碍 就是跟当初跟我约定的这个人呢 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就把这个约定解除了 可是这个解除会让我有一些金钱上的损失 而且也会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一些时间 所以就是等于前面所做的事情就都是前功尽弃了 那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我想要对这个人进行一些惩罚或采取一些行动 让他的这个让我很不舒服的行为可以得到惩罚或是得到一点点警惕这样 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不想要让这个负面的情绪一直从我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延续 所以我选择不去处理不去对他恶言相向或做不好的事情 让神来在我们的当中去评判 我觉得我想要保有内心的平安 我不是想姑息 但是我觉得他自然以后会有别人去惩罚他 但是我不想要去做那个脸红脖子粗 然后做一些可能我觉得让我自己觉得会让我自己的品格低落的事情 所以我就决定好 反正就是我们就不要再有任何的联系就好了 那我也渴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帮助我学习 我可以怎么样在艰难的不舒服的状况仍然保有我的品格 好那在这次的研读范围当中呢 主题是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那救主在那个上层房间跟使徒吃最后一次的愉悦节晚餐 那当然就是我们今生的那个最后的晚餐 那我们不知道当时耶稣的门徒是否有完全的意识到 那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共享了这个愉悦节的宴席 其实是跟即将离世的夫子共进的最后一餐 不过耶稣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 那也很快要面对在科西玛尼元的受苦 甚至要遭受到他自由的背叛跟否认 然后呢要被痛苦的钉在十字架上 那可是即使这一切都迫在眉睫 那耶稣就关注的事情仍然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的门徒 就是在他离开的这些未来的岁月当中 他们到底会需要知道哪些事 所以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的14到17章里面 有很多温柔的教导 然后都显示他在当时跟在现在对他的门徒的感觉 所以他分享的许多抚慰人心的真理当中 有一项保证就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他应许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会藏在我的爱里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谈到的部分就是 我透过遵守诫命来表达对耶稣基督的爱 在14章跟15章谈到比较多这些东西 所以也可以当我们看到爱的字词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画记下来 ok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命令一词呢 也经常跟爱一起并用 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遵守神的命令到底跟爱有什么关系呢 好那首先呢 是一个一段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到35节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他对爱这件事有更多的教导跟解释 所以在我们先来看一下14章的15节跟21到24节 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OK然后他又说在21节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犹大就问耶稣说 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我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之父的道 好所以所以他一直在讲 当他一直在讲爱的时候 他一直在讲爱的时候 如果你们爱我 好我们爱他爱神 不像我们对世人的爱送礼物送什么 好就是我们爱他的最好的表现 就是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呢遵守我命令的人 就是爱我的 而他也会爱我们 而不仅他爱我们 连天父也会爱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遵守诫命 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因为这个是我们对神的爱的最好的表达 而神也会因此而爱我们 然后在第15章的9到13节 他是这样说 他说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 你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就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没有什么 没有比这个大的 OK 好所以他就讲到说 如果我们常在 我们遵守神的 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就常在他的爱里 好其实方文会常在 可是我想应该是always 所以我们就会总是 我们如果一直遵守他的诫命 就会一直有他的领域同在 所以常在他的爱里 然后我相信也会常在 不是躲藏的藏 是常常有 也会常在天父的爱里 好所以这件事情 他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一直要学习的是 遵守他的命令 而遵守他的命令 还有一个事情 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诫命 要爱神 要爱人如己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有喜乐 OK 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趣 神说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你会快乐 他说你会有喜乐 而这种喜乐 跟我们的那种兴奋啊 什么的感觉是不一样 是一种还有平安 还有爱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所以他说 人如果可以为朋友舍命 好为朋友舍命 所以这个会是最大的爱 所以以前呢 我常常会跟我好朋友说 他如果要请我帮忙 我就会说 人会朋友舍命 他就知道 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 然后那总会领袖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教导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 他就讲到在2016年的 10月的总会大会的 藏在我的爱里 这篇演讲就讲到这些事情 他就说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他是爱的完美模范 我们极其仰赖这份 不便且便及众生的爱 然后正如东宝梦书会长所讲的 无论你们是否觉得自己 配得上神的爱 他的爱一直都在 他的爱一直永远都在 所以有许多方法 可以来形容跟说明神的爱 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说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 这是真实的 但是呢 经文上并没有用 无条件一词来形容 而是用伟大而奇妙的爱 完全的爱 跟救赎之爱 及永远的爱 来形容他的爱 他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形容词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讲到无条件 这个词的时候 可能会让人对神的爱 产生错误的印象 以为神会容忍 我们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 或是神会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要求 因为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或是有人会认为 大所有的人都会在天国里 就是神的天上的国度得救 因为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然后他说呢 他的爱是无限且持续到永远的 但是神的爱 对我们每个人有何意义 就看我们如何回应他的爱了 他说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天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一样 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 当然就不藏在他的爱里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远离神了 我们其实就很难感觉到他的爱了 所以要一直藏在救主的爱里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是只要接受他的恩典 并因他的恩典而成为完全 他说若要接受他的恩典 就是就必须对耶稣就有信心 遵守他的诫命 然后包括什么 包括悔改我们的罪 为罪的赦免受洗 他说而且要接受圣灵的恩赐 然后继续走在服从的道路上 但是刚才讲到那个神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 为什么 他说虽然他一直爱我们会一直爱我们 可是他无法在我们的罪恶中拯救我们 所以爱没有来看就对喜爱之乐有说的话 就说救主不会在他的人民的罪恶中拯救他 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 他说因为罪会使我们不解 然后没有不解之物能够承受天国 或住在神面前 所以耶稣就是从父那里获得全能 以救赎悔改之 他的人民脱离罪恶 因此他派遣天使宣布悔改条件的信息 悔改能带来救赎主的力量 使他们的灵魂获得救恩 那相对的就是如果不悔改 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力量 没有办法获得救恩 然后呢我们也从某个门经里面有知道 就说救主受苦其实是他爱的至高的表现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使那凌驾公道的慈悲心肠可以生效 是要为世人提供方法 要让他们可以获得信心而悔改 那这样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 将他们环抱在安全的臂膀里 但是那些不运用信心来悔改的人 就会暴露在公道所要求的全部律法下 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 只有在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 然而悔改是他给我们的礼物 是一份他用重价买来的礼物 是他用他的生命跟用他的血所买来的 所以有人真的说神会毫无差别的祝福每一个人 因为身上宝讯说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与给义人也降与给不义的人 确实神的确把他所能给的一切祝福 包括爱律法公道跟慈悲所引起的一切祝福 都请住在他所有的儿女身上 而且他也命令我们要这样的慷慨 他就这样说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可以为你们 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 然而要获得神更大的祝福 就必须符合服从这个条件 所以纳尔逊会长就解释 他说神的爱是永生美妙无比 但是我们必须要够资格才能获得其中的祝福 不配正是无法享有的 他说罪人无法歪曲他的旨意来迁就他们的意图 也不能要求他祝福现在最终的人 所以如果他们渴望享有他的每项祝福 就必须悔改 他说除了使悔改之人变得无罪没有污点 并得到应许在末日被高举外 他说藏在神的爱里还有第二项重要的层面 就是让我们可以发挥全部的潜能 成为像他一样 他说红尔逊会长有说 他说神的恩典不光让我们 不光是让我们恢复到之前的无罪的状况 他的目标更远大 他是要他的儿女变得像他一样 好所以呢 常在神的爱里就是要完全服从他的旨意 这意味着要接受他必要的纠正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也意味爱人 要爱人而且要为人服务 如同耶稣就爱我们为我们服务一样 这也意味着要学习遵守高荣国度的律法 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高荣的荣耀 那为了让神可以塑造我们成为 我们有潜力成为的那样的人 天父就纯纯的勋诫我们要服从什么神圣之灵的劝导 脱离自然人 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 变得像小孩一样 顺从温顺 鲜卑 有耐心 充满爱心 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注于他的一切 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 所以达尼乌克斯长老曾说过 他说最后的审判不只是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作为 所有的善行和恶行的总和的所有评量 他说也是对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们的思想及我们的行为及思想的影响所做的一种认定 他就讲到海伦凯乐的故事 那当然用海伦凯乐的比喻来讲 神是如何的转变愿意改变的灵魂 所以海伦凯乐是在1880年出生的 他19个月的时候就患了一种不知名的病 然后他就失去了听力跟视力 但是他非常聪明所以就是他试图认识 跟了解周遭的环境的时候呢就变得很沮丧 然后他摸到家人的嘴唇在动 就意识到他们会用嘴巴来交谈 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加入 所以他就怒气大发 然后呢他到六岁的时候就是越来越需要跟人沟通 所以挫折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每天他都在大发脾气 然后呢有时候甚至每个小时都在生气 所以他的父母就为他聘请了一个叫做安苏立文的老师 然后他就说正如我们的旧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一样 安苏立文女士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许多生活上的艰困 比方说他五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种病 所以他几乎全忙 然后他八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然后父亲抛弃了他跟他的弟弟姊女 所以他们就被送到一个平民之家 然后因为那里的环境非常糟糕 所以他弟弟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可是安苏立文他就是凭着自己的顽强跟坚毅的性格 所以他突破了障碍进入伯金斯盲人学校 然后在那里大放异常 所以他可以了解海伦的软弱跟痛苦 然后但是安苏立文在接受了一次改三四一的手术后 他可以开始阅读书本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海伦卡的父亲联络了那个 博金斯盲人学校想要找人来担任女儿的教师 所以安苏立文就被选上了 那当然一开始他们也不是一拍即合 就是那个海伦卡真的会抵抗 会打老师会捏他会踢他 而且还曾经打落老师的一颗牙齿 可是后来就是他们就单独搬进了一间小房子 所以安就取得了掌控权 然后凭着耐心跟不变的坚持 他获得了这个孩子的心跟信任 所以那个 那个 陶德克里斯多长他就说 他说如果我们可以学习信任神圣的教师 不要抵抗他 不要抵抗他就抵抗神 他就会与我们合作 会启发跟提升我们到新的境地 然后当然就是一开始他们安苏立文教有他的方式 就是在那个海伦卡的手上写出一些字 然后让他可以摸到这样的东西来感觉 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教他怎么样 就是写水的英文在他手上 然后一边把水倒在海伦卡的这样子 所以让海伦有这种学习的被启发的感觉 所以他后来有基督说他说撒纳间我朦胧的意识到了一些被遗忘的事 他说语言的奥秘就这样向我显现 我展现我就觉得这个很像福音就是撒纳间我们遗忘了一些 在天上的事因为被帷幕阻挡了 所以天国的奥秘就这样向我们显示 他说这活生生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 赋予我光明希望喜悦让我获得自由 所以他后来就有很多的进步 甚至以热爱语言文明 而且以鲜熟的写作技巧和公开演讲的口差组成 然后呢在一部描写他的电影当中呢 有讲到说一开始的时候当安苏丽文帮助那个海伦凯乐可以安静的坐着吃晚饭 正常的吃饭 然后餐后折起餐巾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对那个安苏丽文感到很满意 但是安觉得海伦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多 而且他还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呢或许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五种写照 就是我们对自己生活所做的一切感到满足 认为我们就是应该成为现在的样子 但是我们的救主却看出我们仿佛对着模糊不清的镜子 在观看自己所具有的荣耀的潜能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神性潜能 在自己身上发扬时所感受到的那份狂喜 就像海伦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爱神 侍奉他 获得能力去造福我们的同胞 正如经上所记的 神为他所爱的人的 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看到的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神宝贵的爱有什么代价 他也像我们揭露说为了为我们赎罪 救赎我们脱离肉体跟灵性的死亡 他所遭受的痛苦 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 每个毛孔都流血 身体和灵都受苦 并且希望他可以不喝苦 那苦杯而且退缩 而且他在克西玛林园 他在克西玛林园和十字架上 承受了任何凡人都无法承担的苦楚 然而因为他爱他的父跟爱我们 所以他忍受了 也因为有因此能够赐给我们不死跟永生 所以救赎在克西玛林园所受的痛苦 血从每一个毛孔都流出来 他说克西玛林园这是炸橄榄油的地方 他说其中的象征意义让人非常的心酸 他说在旧主的年代如果要制造橄榄油 就必须要用一块大石头滚在橄榄上 先将他们压碎然后这些压碎的橄榄壶就会被装到编织的宽松的软栏里 然后层层堆放 然后呢那些重量就会压出最好的出炸橄榄油 然后再把沉重的凉木或是原木再放在篮子堆的上方 再增加重量再制造出更多的油 甚至为了炸出最后一滴油就会在凉木的上端再加上石头来产生最大的压榨力 所以他说橄榄油刚流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血红色的 所以在马太的记录中 旧主在那命运之夜进入了克星马里面的情况 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他就稍微向前走 扶扶在地 祈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然后呢他说可以想象的是 他的痛苦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他又恶度的恳求解脱 甚至在痛苦达到最高点的时候 他又恳求第三次 可是他还是忍受了所有的痛苦 直到公道一点一滴都被满足 他说他是为了救赎你跟我而做了这样的事情的 他说神的爱是多么宝贵的礼物 神怀着那样的爱问 你们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 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 然后他温柔的提出这样的保证 他说是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归向我就必得永生 看啊我慈爱的弊棒 以身向你们 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 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 所以那个陶德克里斯多长就问 他说难道你不愿意爱他吗 爱这位先爱我们的人物吗 那如果是的话 那就遵守他的诫命 他说难道你不愿意和为朋友神明的他成为朋友吗 那如果愿意的话 那么就遵守他的诫命 难道你不愿意藏在他的爱里 接受他要后赐给你的一切吗 那么就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我祈求 他说我祈求 因为我们都能够感受他的爱 而且全然藏在他的爱里 谈到神为什么要求我们要服从他的诫命 总会会长团的达令 乌克斯会长有教导 神要求我们遵守他的诫命 因为我有透过这样的服从及悔改 我们才能回到他的身边同住 变得像他一样 这个是他在2019年10月的两条最大的诫命的 这个演讲里面讲到的 那另外有讲到说 这个是在福音原则里面讲到说 我遵守诫命的原因很重要吗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害怕神的责备 有的人是因为渴望获得祝福 有的人是真的爱主 然后这里就讲到说 我们每个人都该问自己为什么遵守神的诫命 因为我们害怕惩罚 还是我们希望获得过美好生活的仇赏 还是我们爱神和耶稣基督想要侍奉他 当然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诫命 要比根本不遵守的好 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爱神而想要服从他 那么我们就会快乐得多 只要我们甘愿的服从他 他就会毫无保留的祝福我们 他说我主 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 侍奉我到底的人 服从呢 也让我们进步而变得更像天父 但那些一直等到被命令才行事 而且不乐意遵守诫命的人将失去愁伤 那这个是在福音音这里面讲到 那我一开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害怕神的惩罚 然后现在有时候大部分我想的还是 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获得祝福 那我真的没有很特意的去想说 哦是因为我爱神愿意服从诫命 当然我也是乐意的服从诫命的 可是我觉得可能以我们的文化不是那么习惯在说爱 可是我们也可以多想一想 就是我们到底是出于爱 还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获得祝福 那当然这个都会让我们在福音当中的学习不一样 那即使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给我们诫命 那还是可以遵守诫命 比方先知悦瑟斯庙就说 我给自己立下这个规定 他说主要只要主吩咐就去做 这个是在总督会长的教训 约瑟斯密的这本书里面讲到的 然后经文和教会历史记载了许多人 即使不完全了解神为何给予诫命或忠告 但是人选择服从的这些记录 比方说他说以下的这些经文章节 就有充满信心服从的例子 以及这些人因为服从而获得一些祝福 比方说亚当跟夏娃 当他们被吩咐要献祭的时候 他们并不了解为什么 天使来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就说因为我们被吩咐 所以因为主这样吩咐我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然后呢那个尼斐当他去做 然后他不是要去拿那个铜叶片吗 可是他说他事前一剪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或为什么 可是他还是去了 或是说彼得 西门彼得跟他的同伴当耶稣基督邀请他们来跟从他的时候 说真的他们也对很多事情不了解 我觉得甚至是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也是服从的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 可以去做这些事 我相信会让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更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他说的 我们要怎么样爱神 怎么样藏在他的爱里 就是遵守他的诫命 好 再来呢我想要谈的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还有我就是那个葡萄树 OK 好来 所以就是在 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教导他的门徒 关于他的本质跟使命 所以他就教导说 他是要回到天父身边的道路 所以他将门徒跟他的关系 比做葡萄树上的枝条 那他也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他给他们最后的几项教导 就是要帮助他们了解 他们自己跟神之间的 跟他的关系 而且要仰赖他 所以就把自己比做道路 也比做一棵有枝子的葡萄树或树木 这样 好所以我们先来念一下经文 经文是这样说的 十四章的一到六节 他说 你们不要愁烦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室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去原室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葡萄对他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就回答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他是道路 真理生命 所以人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再 的确我 我真的觉得 当然他就是那条道路 然后我觉得摩扎亚书的第三章的诗 其实也说的很好 他说除了奉靠和经由耶稣基督全能之主的名外 没有四下别的名 也没有其他的道路或方法 人类儿女可以借以得到救恩 所以他为什么他是道路 因为他就是那个方法 那就是引导我们去做 去得到那个结果的 而他所教导的 所说的 所做的 都是真理 所以是我们要跟着做的 这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当我们去服从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生命 而且是永恒的生命 OK 好所以就好像这些科学家 当他们做任何的实验 一定要比照 按照这些所被教导的比例跟什么以外 我们也是这样 神如果吩咐这些事情 就是没有其他的方法 真的 所以除了借着他 除了靠着他所教导的一切外 就是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救恩 所以再来就是十五章 他就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于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我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出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你们就像枝子丢在外枯干 外面枯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 杀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都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也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就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必叫你们的喜乐 得可以满足 所以他就说 他是葡萄树 好 如果是树 然后我们是枝子 当然离不开树啊 你有听过枝子 可以自己活的吗 所以 然后那些 跟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 他就用那个枝子 用那个葡萄树 所以如果这个树 不结果子 我跟你讲 农夫一定会把他什么 会把他产去剪掉 或是他会用其他的方法 让他有转变的可能 否则就是真的 整个会被铲除 可是因为结果子 就算是结果子 难道他就会任由他一直做吗 没有 这些结果子的树 每一年都会被修之 有时候我就问为什么 可是就好像我们上次 去谁的家做的时候 他就说那个栗枝 就是要每一年修之 如果你不修之 就不会长出好的果子 所以即便是 在神里面的 即便是结出果子的 也会被修剪 所以那是为什么 在摩文经 也有这样子的比喻 那他就说 我们因为有学习了 所以我们就常在 这里面有好多的常在 常在基督里面的 我们常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我们常在基督的教导里面 我们常在他的爱里面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如果我们离了他 这个爱就不会再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因为爱不在 而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他的爱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一直 藏在主基督里 藏在他的爱里 这样子我们才会一直 可以长出好果子来 OK 好所以呢 对这样的事情 究竟领袖们说了什么呢 迪特乌西多会长 在总会会长团服务的时候 他有教导说 他说神希望你找到自己的路 回到他身边 而救主就是那条道路 他希望你向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学习 并遵守神圣的门徒的身份之道 来经历丰盛的平安跟喜乐 就是他在2014年10月 获得对光和真理的见证的 这一篇就是演讲里面讲到的 然后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 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 而且能够感觉到 而且能够感觉到 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道路上 不会偏离呢 我觉得 常常问主啊 是我吗 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或是主啊 我该做什么呢 所以这些问题的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是真的 我们需要去想想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直被救主提醒 被告知说我们需要改变 所以在这些部分呢 关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呢 所以使徒定儿主的 Jeff O'Reilly 赫文长 他就有说明说 救主要我们藏在他身边 他说是一种邀请 他邀请我们要藏在 也永远在 所以他说 藏在他的身边很重要 接受邀请 接受救主的邀请 藏在他身边很重要 他说耶稣就说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赫文九位长老就有见证说 我见证这是神的真理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永远在他里面 不屈不扰 坚定不移 直到永远 而为了使福音可以开花结果 造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必须要紧紧的依附他 他说我们全人类的救主 以及这个以他圣明为名的教会 所以他是葡萄树 是我们力量的真正泉源 也是我们永生的唯一来源 我们不仅要在他里面持守到底 要靠着这个永不挫败的 尾业战胜 这个是他在2004年4月 藏在我里面的 这个演讲里面讲到的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在摩尔门经的 阿埃玛书的26章的12节 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部分 就是是的 我知之为不足道 我的力量为薄 所以我不夸耀自己 但我要夸耀我的神 因为他的力量 因为有他的力量 我什么事都能做 是的 看啊 我们已在这块土地上 行了许多的奇迹 我们永远都要为此 赞颂他的名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基督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果子 比方说我们一直不断地 遵守诫命 一直不断地用爱跟善来 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真的知道 虽然现在我还是会有挫折 但是我知道 这样会让我感觉到平安 我也许不会大富大贵 我也不会因此而赚很多钱 但是我知道用最诚恳的心 用最好的态度来与人交往 人会感觉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而另外呢 就是在那个 刚才有讲到说 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先知约瑟斯密 他就有教导说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的 这句话应该是 在我父的国度里 有许多国度 所以如此呢 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后世 然后并与我同坐后世 那服从高隆律法的人 有人为他们准备好的住处 那些为服从律法的人 也有其他的住处 那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等级中 就是他在总会会长很教训 约瑟斯密里面这有谈到的 然后讲到就是 到底道路是什么意思 在2008年10月70元 劳伦斯扣步吉章 他有讲到说 在这世上最受吸引的一项哲学 就是我们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该做什么 但是主就说我是道路 然后他说来跟从我 所以他又问了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 好不要以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可能自己都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真的跟从他 因为他一生所立下的标准如此的高 看似遥不可及 我们觉得要跟从他塞太难了 标准太高 要做事情太多 至少到目前超越我们的能力范围 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这样的想法 他说主的标准虽然是最高的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只有能力最强的少数的才可以办得到 他说我们都被人生的经验误导了 我们从生活当中学习 在人类努力的目标中 越崇高的成就就越难达到 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 所以标准越高 达到人越少 但是在达到主的标准这件事情上不是如此 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不像今生的其他的经验 他不是一向人类成就 而是神的事工 然后是神的事工 所以他的荣耀就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所以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与这件事情比拟 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都没有 所以人的机构的方案计划或体系都没有 不管任何的机构方案计划或体系都没有办法 让人获得耶稣居赎罪的救赎和改造大能 以及圣灵的恩赐 所以因此虽然主邀请我们跟从他是一向极高的目标 但也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及 而是因为他有此大能 他可以 他也可以让我们都做到 所以我们要信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 全人类包括活人跟死者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育而得救 然后他也讲到说主的道路不难 难的是生活不是福音 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而言 万事都必须有对立 他说生活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艰辛的 但是生活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跟踪救主 然后获得他的力量 然后可以享有平安光力量知识自信爱跟喜悦 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 不管是哪一条 然后呢就可以孤独的生活 没有他的协助 没有他的力量 没有指引 然后处在黑暗混乱疑惑跟绝望中 所以他就要问说到底哪一条路会比较好走 然后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释样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生活虽然很难 但是也很简单 他说只要踏上那条路 然后千千万万不要放弃 觉得不可以放弃 他说只要坚持的走下去 不要半途而废 就会达到终点 所以我常常会说 三穷水境已无路 所以大家停在这里了 所以柳暗花明从来都不会到 如果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 继续往前走 我们才可以看到柳暗花明 但是不幸的是 很多人都停在三穷水境处 所以柳暗花明从来就不可能 也不曾来到 他说世上只有一条道路 可以使人得到幸福或满足 那耶稣就是那一条道路 选择其他的道路 不管是什么道路都是愚昧不至的 所以他要为他也就是耶稣就做见证 他是神的活神的儿子 他是生命的良 他是真理 他是复活和生命 他也是世界的救主和光 他是道路 是唯一的道路 愚昧都可以聪明的跟从他 好是的 唯一的道路 真的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 而我们可以选择到底要这个得到幸福平安 还是要那个永远处在那种困惑跟艰难中 但是我真知道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是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在刚才呢 我们有谈到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 来表示我们对他的爱 那神也会因为这样爱我们 那耶稣就会爱我们 所以我们会常在他的爱里面 也会常常有喜乐 并且我们也被鼓励要彼此相爱 甚至可以显示出最大的爱 那再来我们也谈到就是葡萄树 就是耶稣就是葡萄树 我们是只子离了他 我们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事情 而且还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没有借着他 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回去 而在这样的执行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教友的成员的生涯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要能够有圣灵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谈到 圣灵会帮助我完成 身为耶稣就门徒的这些目的跟使命 那当他的门徒听到说 他们会与救主在一起的时间就快要结束了 一定很伤心 那他们也可能会很担心 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想他们的担心一定胜过我们 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面对面的 就好像英文说side by side 就在救主的旁边接受他的教导 那因此突然失去基督 可能会让他们有很大的担心 所以在经文里面 耶稣就有教导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属的第三个成员会来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16到17节跟26节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但宝慧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 好所以讲到了圣灵就是 OK讲到他要猜遣圣灵来 而且圣灵他就是宝慧师 所以我们如果听到宝慧师 那当然就是在讲圣灵 那好了因为白板有点小 我想我们还是整个王后于好 所以呢在讲就是他要猜圣灵来 好那圣灵是宝慧师 那宝慧师到底做什么呢 他说首先要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好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如果来如果我们是配衬的 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那如果不配衬 那当然就不行 那另外他说什么 他是真理的圣灵 然后呢他会将一切事指教你们 将一切事指教你们 好所以在那个摩乃书的第十章的三到五节 建立借着圣灵的力量 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判断的 OK接着圣灵来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然后呢他说会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会想起救主的教导 好所以想起救主的一切教导 OK好所以呢都在帮助我们在福音的道路上是可以持守的 然后呢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 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猜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所以圣灵会为救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在学习福音的时候 特别是在学习的初期 传教士都会请我们回去祈祷 那怎么样判定呢 我以前都是希望听到一个声音 可是我们是要去感觉圣灵 感觉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平安 所带给我们的喜乐来 这个就是为救主做见证 再来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到十一节 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寓意的 我若不去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猜他来 他来了就要是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那我可以了解因为罪他们不信 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罪 然后他们可能要受到一些审判 或受到一些责备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受到审判 或有一些其他的 但是其他后面的这些部分 为义或是为审判 我真的不太了解 那我也去查了英文的经文 但是也没有帮助我更了解 那我会再看一下 泰勒跟泰勒的影片 关于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七到九节 我去查了泰勒跟泰勒的影片 他们没有对这个部分多说解释 那我也问了王荣林弟兄 他也没有更多的资料 所以目前我们所拥有的都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十二到十五节 他就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就是现在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复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这里讲到圣灵他来的时候呢 他说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 他会引导他会引导我们可以明白明白一切真理 好 那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呢 他要荣耀我 所以他要荣耀神 他要荣耀基督 所以就是圣灵有特别的使命 好然后呢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也是基于基督的吩咐 去做该做的事 所以 所以你们看到 不是只有我们要被吩咐去做该做的事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 圣灵也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神国的 很有秩序 跟很有 违犯的做事的方法 所以 这个就是圣灵要做的 会与我们同在 将一切事情指教我们 也会明白 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会想起救主的真实性 或是想起救主的教导 一切教导的真实性 也会为救主做见证 然后呢 他要荣耀救主 而他也是受救主的吩咐 就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 在尼斐三书里面 就讲到 在十九章的第九节 跟二十七章的二十节 就说 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 他们渴望获得圣灵 就是借命大地各端的人啊 要悔改 归向我 奉我的名受洗 使你们得以借着 接受圣灵而圣化 使你们得以在末日 洁尽无瑕地站在我面前 所以圣灵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可以圣化我们啊 好 然后呢 佳和圣约的第十一篇的十二到十四节 就是说 现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圣灵 引导人处事公正为人谦卑 判断公正 这就是我的灵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要把我的灵给你 启发你的心智 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 然后你将知道 或者你将借此知道 凭信心相信我 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 与圣意有关的事 好 所以这里更多了 就想到圣灵呢 会引导人 除了明白一切真理以外 还会引导人行善 OK 还有呢 他还会做什么呢 他还会告诉我们 他会启发我们的心智 然后呢 他会做什么呢 使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的灵魂充满喜乐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而且呢 他会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 所以就会得到 我们祈求的与正义 得到与正义有关的祈求 所以虽然我们都会说 祈求就得到 后门就为为你开门 但是这个不是每一次你祈求都会得到 这是要跟正义有关的事情 而有时候也不见得一定会给我们 因为也许当时的时机不对 那在摩西书的第六章的六十一节就说 所以这是给你们要住在你们里面的天上的见证 保惠师不朽荣耀的和平事物 所有的事物的真理 所有事物有生气的 使所有事物活着 知道所有事物 并按照智慧慈爱真理公道审判 而拥有一切能力的 所以是来自天上的见证 保惠师会带来天上的见证 所以然后呢 好 是不朽的和平事物 是所有事物的真理 使所有事物有生气 使所有事物活着 知道所有的事物 并按照智慧慈爱真理公道审判 拥有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 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解释每个 可是我觉得可以去感觉到 拥有这些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好 然后那个在2019年10月 米雪儿可归姐妹 她就讲到属灵的能力 她就讲到说在耶稣基督 传道接近尾声的时候 她告诉使徒说 困难的日子必将来到 但是她也说总不要惊慌 是的 她会离开 但是她不会让他们觉得孤立无援 她会拆她的灵来 帮助他们铭记在心 会坚定不移 而且会找到平安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救主的 教导铭记在心 有圣灵真的很重要 如果我们要坚定不移 有圣灵真的非常的必要 如果没有 我真的觉得我们很难坚定不移的下去 所以救主实现了 他与他的门徒同在的应许 只是不是他亲身同在 而是有他的圣灵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的仰赖他 好好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他 并喜悦他的同在 然后耶稣基督的门徒 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曾经有一个好朋友 就记一封就是1857年7月9号的文章给他 然后是出于美国中西部的报纸 内部拉斯加的广告 那上面就写说 今日清晨有一群前往沿湖城的摩尔们 经过这里 妇女显然并不先受像野兽般拉着手推车 有位妇女跌入一滩黑色的泥泥中 导致队伍稍有停顿 小孩子穿着奇怪的外国洋装 一同跋涉 看起来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的坚定 所以这位姐妹就说 我常想到这位满身泥泥的妇女 为什么独自拉着车 她是单亲妈妈吗 是什么给她内在的力量 让她可以就是内在的力量 或内在的坚毅跟毅力 让她可以在泥泥中如此艰难 进行如此艰难的旅程 然后用手推车拉着所有的家当 前往一个未知的沙漠家庭 家园 而且有时还要被旁观者嘲笑 那那个约瑟斯密会长就谈到 这些先驱者的妇女的泪在力量的时候 她就说 你们能够让这些妇女背离他们 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信念吗 你们能够在先知约瑟斯密的使命 一事上遮蔽他们的心智吗 你们能够在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上 蒙蔽他们吗 她说不能的 你们绝对不能做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神已经向他们启示了这些事 他们也了解了世界上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使他们背离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时代 遭后我们成为这样的儿女 成为蒙召唤穿越旷野时 用尽全力一直拉着车的门徒 成为对神的启示 深信不疑的门徒 在实现门徒身份的个人旅程中 成为充满欢喜 全心全意的基督信徒 成为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相信 能让我们成长的三项很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真的要 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 就是第一 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遵守圣约 当你的信心家庭或未来受到挑战时 当你不明白为什么以尽力奉行福音 生活却还如此艰难时 要记住 就主以向我们预告过困难 困难是计划的一环 并不表示你被抛弃 困难是成为他门徒的必经之路 毕竟他也曾经多受痛苦 经常忧患 他说我学到 比起我的安逸舒适 天父更关心我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成长 那我未必总是希望这样 但事情就是如此 他说安逸的生活不会带来力量 我们抵抗今日试炼所需的能力是主的大能 而他的大能源于我们与他所立的圣约 他说若要怀着信心逆风前进 要每天真诚努力去做我们与救主立约时 承诺会去做的事 他说若要怀着信心逆风前行 就要每天努力真诚的去做我们以救主立约时 承诺会去做的事情 他说尤其是在我们疲惫 忧伤 为棘手的问题和议题挣扎的时候 就要逐渐的获得他的光 他的力量 他的爱 他的灵和他的平安 他说走在深约的道路上的目的是 靠近救主 无论我们的进步是否完美 他才是目的 这不是一场竞赛 我们不可将自己的人生旅程与他人做比较 他说即使我们跌倒 他也不会离弃我们 然后第二他说我们可以凭信心行动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了解对他的信心需要配合行动 在困难的时刻更是如此 所以他就讲到几年前 他的父母决定重新铺家里的地毯 然后新地毯送达的前一个晚上呢 妈妈就请他的弟弟 几个弟弟去移开家具 然后家具把那个 那个卧室的地毯都拆掉 然后这样才可以铺上新的地毯 那时候他们家七岁的妹妹已经睡着了 所以他们趁着他睡觉的时候 瞧瞧把他房间里面的除了床以外的所有家具都搬出来 然后扯开地毯 然后呢这是他们的恶作剧 他们就拿走他衣柜的其余衣物 然后取下墙上的物品 让房间空无遗物 然后写了一张纸条接在墙上说 亲爱的爱命令我们搬走了 我们过几天会写信给你 告诉你我们在哪里 爱你的家人留 所以第二天妹妹都没有下来吃早餐 所以弟弟就去找他 弟弟们就去找他 他的房间紧闭 然后就一个人躲在里面很伤心 所以他的妹妹艾蜜莉 后来他说回忆这个经验 就说我崩溃了 他说但是要是我那时把门打开 就会发现什么 会听到什么 会闻到什么 他说我会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会知道真的有人爱我 我那时完全没有想到 要为自己的遭遇做些什么 我马上放弃了 待在衣柜里哭泣 然而只要我把门打开就好 所以他说我的妹妹 根据自己所看到的情况 她做了假设 可是她那也是 不是事情的真实状况 而有趣的是 他说我们也会像 她的妹妹艾蜜莉一样 可能会被悲伤 伤痛 沮丧 担忧 孤独 愤怒 或挫折压垮 以至于完全没有想到 要去做什么 比如打开门 也就是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采取行动 所以呢经文里面的 基督的男女门徒的榜样 比比基尔士 他说在他们面对极大的挑战时呢 直接采取行动 他们凭着信心 站起来行走 耶稣基督对寻求医治的麻风病人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基尸查看 他们就去了 也因为他们去了 所以他们就洁净了 这个把身体去给基尸查看是 身体洁净的人才需要做的事 所以他们去了就好像自己已经痊愈了 也就是在他们采取行动的过程中 他们就确实痊愈了 所以他说我也想要说 如果你觉得在痛苦时 无法想到要采取行动 请主动寻求帮助 向朋友家人教会领袖或专业人士求助 他说这可能是迈向希望的第一步 然后他说第三我们可以全心全意且快乐的奉献 他说当困难的日子来到时 我会试着记住 自己来到世上 以前就选择了跟随基督 即我在信心健康和持守所遇到的挑战 都是我在我来到世上的部分原因 当然我绝不会因今日的考验 而质疑神对我的爱 或让我对他的信心转变为怀疑 他说考验并不代表神的计划失败 考验是计划的一环 目的是帮助我寻求神 如果我耐心地持守且但愿 他说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在痛苦中 更加恳切的祈祷 我就会变得更像他 他说耶稣基督是不计一切代价 全心全意爱神 遵行他旨意的典范 完美典范 不是典范而已 是典范 所以他说我也想这么做 来效法他的典范 然后他又说 那位把两个小钱丢进圣殿 赢酷的寡妇 他也全心全意献出所有门徒的榜样 他说让我就深受启发 因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那耶稣基督他赞许他的慷慨奉献 那别人去看他的不足 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他并不认为我们的不足是失败 反而是运用信心和成长的奇迹 他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全心全意选择与主站在一起 我选择和他所拣选的仆人 如说那有些会长和他的使徒同工 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代表他说话 并管你使我们与救主 紧紧相惜的教义和圣约 他说我跌倒时我会继续站起来 仰赖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他使人添加能力的力量 我会持守于他所立的约 借着研读神的话 借着信心和圣灵的帮助 解决我的疑问 我会信赖圣灵的引导 会透过每一天做危险而简单的事 来寻求他的灵 这就是我的门徒道路 在城市每天的创伤 获得全力的那个日子来到之前 我会等候主并信赖他 信赖他的时间表 他的智慧 他的计划 我想要与你们肩并肩永远站在一起 全心全意这样做 他说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全心爱耶稣基督 他就会赐给我们全部一切作为回报 所以我觉得当我在念这篇文章的时候 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安慰 是因为目前我的确遇到一些挑战 然后目前我的确在有一些事情上 真的很辛苦 我很感谢我被提醒 我很感谢我可以记得要这样做 就是不要因为我的挑战 因为我的艰难而忘记我所立的圣约 而让我自己变成一个不好的人 我感谢 其实虽然这个挑战很痛苦 但是我感谢有这个挑战的来临 能够帮助我淬炼自己的品格 帮助我继续坚定我与神所立的圣约 我感谢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也感谢这个挑战的来临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部分的课程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